花莲农改厂5号将举办接牌季场庆开放日活动 以生根百年创新永续为主题 而活动包括农业部的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接牌 成果导览、原民作物保种厨房启用以及新书发表 还有文旦首摇影竞赛表扬、食农讲堂、农夫市集等等 欢迎民众来共享圣旨 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花莲区农改厂 也将在8月5号的厂庆开放日活动中举行接牌典礼 同时今年厂庆也会发表许多重点主题 包括了长始溯源到113年 还有近年来的丰硕试验研究成果发表 以及原住民作物保种厨房启用等等 充分展现了花改厂近年来的精彩成果 从历史的年轮我们去追它 发现到其实花莲区农改厂不是1930年 在花莲港厅农事试验所才成立 我们的前身其实可以追到花莲港厅农会跟台湾的总督府 也就是1917年花莲港厅农会农场的时候 我们就在了 因为那是我们的前身 作为农事的一个研究 那再早一点就是在1910年 也就是在窦兰移民所 然后后来一年内改成吉野移民所 然后再改为港厅的农会的一个农场 所以说这样一追溯以后 我们的年轮一不小心 我们又增加了29岁 所以在这一次的我们的场期里面 就是要证实我们的身份 证实我们的年纪 所以我们要庆祝的就是我们113年的生日快乐 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原民将来的这个一个教育 跟做食农的一个中心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当天会落成 我们这次针对我们的科技计划 选的几项跟我们政策连结 也是我们地方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在省工农业方面 在将来的禁令方面 还有我们在地的特色作物方面 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我们也会将一些的 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技术 用浅出的方式 导入到我们的体验的活动里面 那我们邀请所有的 我们的乡亲朋友们 大人接小孩 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个体验活动 深更百年创新永续2023 农业部花莲区农业改良厂接牌 及厂庆开放日活动 将以寓教娱乐方式 引导民众来认识农业研发成果 包括农业部花莲农改厂接牌 花莲厂长使溯源宣告 研发成果导览 原民作物保总厨房启用 新书发表 文旦首摇引进赛表扬 还有农科体验食农讲堂及花样农夫市集等 8月5号上午9点钟 欢迎乡亲到花莲农改厂 来体验精彩丰富的农业研究发展成果 这里会前相报道